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国的KT、AFS来自欧洲的FNCG2,和来自北美的C9,而最让人值得欢呼的是中国的三支队伍八强不会有内战,这点对于LPL,从概率学上来讲夺冠的几率是不是更大些,而在LPL三支队伍中RNG又是一小组第一出现,再加上以下两点,一,大家是否还记得亚运会中国夺冠? 中国出战的五位职业选手,有四位都是RNG的队员,二,也有很多网友认为,今年韩国队伍表现不及中国队伍,通过小编的掐指一算,RNG夺冠的几率是否更大一些? 个人看法,请公传考偷笑啥后,聊聊UVI是否选择退役的是,UVI建自好几年RNG在国内LPL的比赛时,UVI带伤坚持比赛,甚至在夺冠领奖期间,UVI的后背仍就贴着几天,还有就是众所周知的UVI首商, RNG应替UVI考虑,希望他尽早退役,紧接着就是今年六月份,在UVI微博,粉丝和小狗开玩笑,UVI开玩笑的回复,我退役了,虽然只是一句玩笑话,但是被各大社交平台刷爆, 不过还是让那些不明真相的痴,刮群众和喜欢他的粉丝小惊了一把,对于退役这时,有媒体曾采访过UVI,他本人的回复说,想像五五开那样,退役之后直播赚大钱,住大别墅,小编认为这只是小狗在开个玩笑而已吧,总之,喜欢UVI的粉丝,甚至喜欢RNG的粉丝都不希望小狗正早就退役, 虽然从2012年进入职业圈,到今年六年时间了,但是对于1997年出生的小狗还为之生早,接着,聊天假如UVI退役,皇族的ADV可能会签约的两位选手,iBoy胡写招和UVI第一位,iBoy胡写招,这位2000出生的小将,今年刚满18周岁, 从去年2017年被选入EDG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,这是iBoy的幸运,也是EDG最大的收获,因为iBoy天赋一饼,出生牛毒不怕苦,他打法凶狠,敢冲敢笑,基于这点,还有网友认为在iBoy的身上,仿佛看到了UVI的影子, 甚至有国外解说评价,iBoy太强,连自家教练都说他一直有点翘,iBoy和Miko框且对于个人发展,iBoy一出道,就拥有Miko这样的世界级辅助,相信在Miko身上他学到了不少知识, 还记得有一次媒体记者问他,你觉得LPL里最强的三大ADC时,他笑着说第一是UVI,第二是自己,第三说不准,也许这只是一种玩笑,又或者是一种霸气的回应, 总之,从他去年加入EDG打职业赛,到现在的出色表现,和EDG获得各个大成就,也说明这个小伙子身体里是有东西能拿出来的, Jacker Love玉文波第二位,Jacker Love玉文波,比以上的iBoy晚出生一年,这位是在打职业前的路人盟, 曾从无名路人,一路打到国服第一,可谓惊叹,他对线凶狠,终强好胜,代表英雄德莱文,还记得有一次在国内LPL比赛中, ID对着RNG,Jacker Love玉多次冒进企图击杀前辈UVI导致ID落败,ID的这位身经百战, 这种大Rookie赛后在椅子上大哭,因此是Jacker Love还遭受到了很多网友的非议, 当然非议不可怕,摔倒了再重新站起来,Jacker Love也同样被一次访谈,问他和iBoy相同的问题, 目前LPL里面认为最强的三代ADC,他的回答是UVI,iBoy,smlz, 还有一次Jackie Love被媒体问及,有人说你会是下一个UVI,你觉得呢? 他回答说那都是吹的,不过我会建立,让人欣慰的是Jackie Love年纪轻轻, 却拥有这么情绪的态度,相信他能走更远,总之,通过Jackie Love的努力, ID在今年F8的出色表现,他也算得上是未来最强ADC的候选人之一吧, 狂,读R&J总结,英雄联盟从中国LPL丹生以来,LPL就是一个生产优秀ADC的联赛, 从早期的微笑,到后来的UVI,再到现在百家七宝, 他让拳头记住了LPL,让其他国家LOL俱乐部惧怕中国的ADC, 假如S8世界总决赛夺冠的是R&J,这样UVI就是2018年LPL夏季赛冠军, MSI冠军,亚运会冠军,S8全球总决赛冠军的大马冠, 又假如UVI选择退役,中国还会有更多的ADC站起来, 皇族也许会签约iBoy或Jackie Love或其他更优秀的ADC, 你觉得呢?你更希望皇族选谁?你更喜欢LPL里哪个ADC? 不妨在文末的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吧,文百家号双超书游戏原创, 转载请注明百家号双超书游戏原创。